早安 感谢您收听2024年11月7日 每日听管理AI播报服务 每天早上7点 用5分钟带您快速了解最受欢迎的商业新闻和职场话题 首则文章是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这些族群皮要蹦紧了 美国总统大选落幕 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当选 市场专家预测 短期内半导体和绿能产业将受到冲击 而实话 军工和国防相关产业则可能受益 川普直言不会的风格 未来可能引发市场的剧烈波动 尤其是他曾对台湾收取保护费的言论 已经造成市场不安 分析指出 若川普当选 外资可能因担忧而出现卖压 但从长期来看 市场仍会回归基本面 相对而言 若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胜出 则有望延续拜登政府的政策 促进美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此外 川普的关税和减税政策 可能刺激美国经济成长 但同时也会影响联准会的利率政策 及美元走势 进而影响新兴市场的资金流动 川普当选 市场对经济政策的反应 将持续至少两个月 这段期间将是各族群需密切关注的时刻 第二则要带您关注 被批官僚 过时 充满废话IBM怎么了 蓝色巨人的背后真相 IBM曾经是全球PC市场的领导者 近年来虽然积极转型为云端技术和AI供应商 但却面临内部与外部的双重挑战 近期 一名自称IBM员工的网友在Reddit上发表批评 指出公司陷入官僚主义 技术过时及缺乏创新 这引发了外界对IBM现状的关注 根据IBM第三季财报 营收仅成长1% 低于市场预期 显示出在高利率环境下 企业IT支出缩减的影响 尽管IBM的深层式AI业务有所增长 董事长强调未来的发展潜力 内部员工的声音却揭示了更深层的问题 包括云端服务市占率低迷 依赖遗留系统的客户以及高额维护费用等 这些问题使得IBM在创新方面显得乏力 员工甚至形容公司正经历缓慢而痛苦的死亡 尽管IBM在AI领域推出新产品并获得市场评价 但内部文化和结构上的挑战人需解决 专家指出 IBM需要重新思考商业模式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科技环境 否则将难以摆脱当前困境 第三则新闻是 年轻人真的政治冷漠吗? 调查指出 他们会谈 只是可能不跟你谈 此次美国总统大选 年轻选民引起了广泛关注 尽管许多人认为年轻人 尤其是1997-2012年出生的Z世代 对政治相对冷漠 但实际上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关注政治议题 数据显示 44%的年轻人会在平台上参与讨论 但有四分之一的人选择不公开分享自己的政治立场 51%的人则仅限于与家人或朋友讨论政治 10%选择与父母避免政治话题来降低冲突 年轻人对于气候变迁和生活平衡等议题表达明确 但在公开表态政治议题时却显得犹豫 部分原因是对未来的悲观态度 及对自身影响力的怀疑 面对高通膨、高利率、裁员和战争等压倒性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问题 部分年轻世代正慢慢失去对未来及政党的信心 年轻世代参与政治的方式也受到社交媒体的深刻影响 抖音和Instagram等平台成为他们组织行动的重要工具 尽管如此 传统媒体仍然在他们的信息获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尤其是来自家庭的政治经验也影响着他们的参与意识 随着年轻人逐渐成为主要选民力量 各政党必须更加重视他们的需求和诉求 以适应未来的政治格局 这一代人并非冷漠 而是选择性地与特定对象交流 显示出他们对政治的关注与思考 最后带您关注 星巴克首写名字服务将回归 新任执行长计三招改革 菜单调整方向也曝光 星巴克近期公布2024财年第四季业绩 仅收年减3% 同店销售额更是年降7% 这是疫情后最大的降幅 面对北美市场需求疲软 新任执行长尼科尔提出三项改革措施 首先 星巴克将优化手机应用程式 减少店内因手机点单而造成的拥挤情况 并提高取餐准确性 改善顾客的体验 其次 菜单将更精简 未来超过4分钟制作时间的客制饮品将被移除 来提升服务效率 尼科尔强调 星巴克的核心在于提供高品质的咖啡 而非过度的客制化 最后 星巴克将重拾第三空间的概念 恢复内用杯和手写名字的服务 增强顾客的互动体验 这些改革目标是让星巴克重新成为消费者 在办公室和家之外的舒适场所 并提升品牌的独特性和吸引力 尼科尔相信 透过这些措施 星巴克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重新获得顾客的青睐 感谢您的收听 也诚挚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 我们会将每日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 再次感谢您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